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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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凭借第一地进球带来的优势 他们完全有机会趁势追击 扩大比分 这是一次关键的端球 他知道自己这球传的不好 他的意图完全被对方防守球员识破了 两点雷西 雷西 八点二的高 王牌对王牌 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 凯文的包内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不得 前面的进攻组织在流场 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机会就没有 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 罗德里埃尔达德斯 上前的可强下平衡 好球有穿透的机会 又一次穿中 反正是射 哇 关键赤克上演精彩不救 凯文的布朗内 迈卡尔欧文 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这是像这样被抢断的情况太多了 他们需要加快节奏 我们进入了中档休息 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 在上半时虽然打破了僵局 但是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尊重 好的 比赛现在继续 其实在1比0的比分之下 他们有可能以保守而反送 选择被动防守 从而失去主动权 不过他们也有可能趁势追击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他们获得了一个键反球 这下摆脱防守进球的动作 就像一只泥丘一样 后卫抓也抓不住 精彩 一方连下两成 而另一方毫无建筑啊 在1比0的时候 比赛的形势人人相对的均衡 但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两球 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一方的取胜信念更加强 罗德里埃尔能的四 想要靠速度突破 把攻的好机会 很灵动的跑位 场上需要更多这样的球员 机会怎么样 在这一场比赛的练习 满航的落点 这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次上门 这是一场合拳 落点的胜利 他们的表现更好 比赛的结果也重视地反映了比赛的决定 在这一场比赛的决定 在这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场合拳突破 我也刚才能cast档才出展 也就是一个人松下了比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